今天来到我们的祖堂崇拜 请大家起立 我们在神面前找个蜜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及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及他 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请我们众人低头献上我们赞美的祖告 我们天上的父神 我们满心感谢的今早上来到你们的殿诺里面 敬拜你 求你赐下我一个敬拜的灵 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工作 求我们带着感恩的心 因为你拯救了我们 求我们带着一个敬拜的心 因为你是万皇之王 叫我带着一个爱大兄姊妹的心 因为你就是爱 叫我们带着一个尊敬 谦卑的心 因为我们实在是 卑微如尘度 但它是将我们抬举起来 最后如果我们心里面 对别人有成见 甚至对教会有成见 对神里有成见的话 求祝你洁净我们今天 叫我们来到我们的殿诺里面的时候 只是单单的愿意亲近你 单单的愿意仰望你 也就是叫我们的敬拜 不要停留在今天的日子里面 叫我们的敬拜 每一分每一秒都用我们的行动来敬拜你 我们愿意将今天早上的敬拜 恭敬的仰望 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周围的 这个世界的事情都放在我们土局里面 因为你说过 这是万国土局的殿 最后我们愿意为了疫情 疫情所带来的灶害 放在土局里面 特别一些教会 因为疫情的缘故 他们进入一个困难的时期 最求你叫都叫你的指民们 经过这个疫情的时候 经过疫情之后 能够成为更加强壮 更加依赖你 更加信教你的指民 我们为了世界的战争 放在土局里面 特别是战争所带来的灾祸 带来的粮食短缺 带来的政治的不稳定 带来经济的不稳定等等 绝对交托在主席的手里面 因为你仍然是助着为王 我们愿意将今天早上的敬拜 特别是唐牧师的唐博士的 并且使用它成为话语的出口 能够激励我们每一个人 你的话语进入我们心里面 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 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 今天早上的歌唱 愿你也叫我们每一个人 带着赞美的 欢呼的 将你高举起来 愿我们的歌声能够达到你的意求里面 愿你接纳 享受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 我们讨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命救 我一起用总念读主土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刀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愚动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刺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愚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空恶 因为国度权并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现在是歌众赞美时间 交给John 我们一起唱赞美诗 李信实何广大 你信实何康大 上帝我天父 你绝对没有任意 你绝对没有任意 光明永远 你的慈悲 烈闻 长寸不改变 过去现在 你信实何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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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清新 我令收生 我一切需要你 全案排拖荡 何等的大信實 主此及我 夏天繼續春天 冬天接秋天 太陽月亮眾星 春季雲行 我深向英宇宙 同靜著此外 尚處萬般信實 尚全榮彩 你信實可光大 你信實可光大 每天清新 我領受身恩賜 我一切需要你全安排妥當 何等的大信實 主此及我 對舊人 有此他平安 陳身向我顯現 為父萬般 祈我天天力量 似光明前途 以受人為重重 還有淺忘 你信實可光大 你信實可光大 每天清新 每天清新 我領受身恩賜 我一切需要你全安排妥當 何等的大信實 主此及我 請坐 主 主你的信實 真是很廣大 你差派你的生兒子來請救我們 你是我們的救世主 你是我們的尼蔡雅 讓我們都用以下這首詩歌 讓我將榮耀仲贊歸給我們的主 仲贊主 仲贊主 高聲寬唱 讓我舉起首來 宣稱主聖明 仲贊主基督 甘起生前來 救罪人 你是尼蔡雅 我主 我上帝 神大能 甘唱顯印點風 父心口 天天都可見 願意謙秘 屈實 苦福你面前 仲贊主基督 甘起生 捨幾九萬萬 你是尼蔡雅 我主 我上帝 仲贊主 仲贊主 高聲寬唱 讓我舉起首來 宣稱主聖明 仲贊主基督 甘起生前來 救罪人 你是尼蔡雅 我主 我上帝 仲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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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万万 你是理财啊我主 我上带 神大能今将显引颠峰 抚心后天天都可见 愿意谦卑或实俯伏你面前 从赞主基督 今起生舍旗 九万万 你是理财啊我主 我上带 你是理财啊我主 我上带 你是理财啊 你是理财啊我主 我上带 在过去那个周末 我很庆幸我可以和我家 去了这个 BC省的曼宁堡导家 其实不是第一次去的 我都去过很多次的 但是每次去都觉得那里真的很漂亮 山啊 湖啊 所有东西都很漂亮 都令我时常都觉得我们的造物主真是很厉害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住在温哥华 BC省 其实真的很幸福 当我知道今天要领事 我第一时间就想起这首歌 希望我们也借着这首诗歌赞给我们的主 我要向高山举目 我要向高山举目 我的帮助冲河内 我的帮助冲造田地的野祸化而来 我要向高山举目 我的帮助冲河内 我要帮助冲河内 我的帮助冲造田地的野祸化而来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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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帮助冲河内 我得帮助冲河内 我们感谢主你创造天地万物 感谢主你时尚看顾我们 感谢主你时尚帮助我们 哈利路亚 我要向高山巨墓 我得帮助冲河内 我得帮助冲造天地的夜 我华以来 我要向高山巨墓 我得帮助冲河内 我得帮助冲造天地的夜 我华以来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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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跟大家分享的诗歌是一生不往过 但愿我们的人生都可以活得精彩 活得出神所喜悦的生命 让我们在这个世上为主作炎作光 一生不往过 祝你 为何 忘掉那日 纳志你跟前奉献一生 为何 流浪小座 莫斯托夫 令你心担忧 此際 从十信念 跪到你跟前 愿你接纳 轻航 明理洗礼 情愿撇下 为我主奔跑 时光不会停留 人生存信变世 愿珍惜光 任不在岁月挫脱 明天挑战还强 全心听你任用 能跨口窄路 全为你走过 为何 忘掉那日 立志你跟前 奉献一生 为何 流浪小座 莫斯托夫 令你心担忧 此際 从十信念 跪到你跟前 愿你接纳 愿你接纳 轻航 明理洗礼 情愿撇下 为我主奔跑 时光不会停留 人生存信变世 愿珍惜光 任不在岁月挫脱 明天挑战还强 全心听你任用 能跨口窄路 全身听你任用 能跨口窄路 全为你走过 全消一生 全为你走过 全消一生 全为你不枉过 全感到你走过 全心听你 流浪小座 全心听你 全身听你 浪小座 全心听我 这些精神听我 今天 american cosas 今天经文记作在 《沙悟尔记下》第六章 在第六章 我们会读完 第一到二十三节 这变了很长 我岁度一节 你们都读一节 我岁度单数 你们都读双数 大衛又聚集以色列人中所有挑選的人,三萬 大衛的神,雖然是人家的心情情 要求阿拉伯和大將神的藥櫃向我 祈的藥櫃在小狹中,以基督作伐 慢慢地自以我,我問你,祈的藥櫃 他們將神的藥櫃從江上阿比拿達的家里 抬出來,放在新車上 阿比拿達的兩個兒子,烏薩和阿希約趕者申車 大衛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華面前 用松木製造的各樣樂器和琴 塞、鼓、拔、羅作樂跳舞 神也說向烏薩發怒,因者錯誤擊殺他 他就死在神的藥櫃 那日大衛巨怕耶和華說 耶和華的藥櫃怎好運到我自己來 耶和華的藥櫃在加德仁,俄比爾東家中三個月 耶和華次福給俄比爾東和他的全家 耶和華的藥櫃在加德仁,俄比爾東和他的藥櫃 大衛就獻牛以肥羊為製 大衛就獻牛以肥羊為製 大衛就獻身的藥櫃在加德仁,俄比爾東和他的藥櫃 這樣大衛和以色列的全家歡呼吹角 將耶和華的藥櫃抬上來 眾人將耶和華的藥櫃請盡去安放在所預備的地方 就是在大衛所搭的帳幕裡,大衛在夜和華面前 獻凡祭和平安祭 並且分級以色列眾人 無論男女,每人一個餅,一塊肉,一個葡萄餅 眾人就各回國家去了 大衛對美甲說 這次在耶和華面前 耶和華已揀選我 廢掉你父和你父的全家 立我做耶和華民以色的軍 所以我必在耶和華面前跳舞 我猶豫有家的藝 自己的王人經濟 以博士的發生的理論 善勞動於諸於平安祖 蘇羅的女兒米格 直到死日 沒有生養而女 我們很高興今天又有唐子明博士 我當中正道 唐博士也是我們的老朋友 不用多介紹了 將時間交給唐博士 小海唐博士姐妹好 多謝教會和牧師的邀請 我轉了一個新的透明口罩 因為上星期那間教會需要戴口罩 她就給了一個黑色的人 我戴了一個透明的 之後有個姐妹跟我說 真的好,謝謝牧師 因為我平時聽得不好 看見你口型 我就聽得清楚一點 我想可能是一個好的設計 所以我戴了一個透明的口罩 今天我們講到這句經文 多謝主席的 多謝大英姐妹的朗讀 是講到兩個的兩次的約貴冠魂 這樣很長 我就不會再repeat這個故事 大概先聽過 兩個的約貴冠魂 我可以歸納為四種不同的 我叫做敬拜 其實可以說是一個 我的侍奉的生命態度 那我就 今早容許我用四方面跟大家講 四個不同的一個敬拜 或者是侍奉的生命態度 首先我們看烏納 烏納我叫做一個圓我的敬拜 有一個比較是 我猜是先試到一個驕傲的一種態度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們看這段經文 很多時候第一個反應就是 為什麼神這麼惡 以前很多時候的態度就是 阿神這麼惡 為什麼這麼容易就擊殺人的呢? 但如果你看 其實在這個阿比拿達家約貴多久呢? 如果我們看回撒母義記上 我們發覺其實在那裡很久了 因為如果你記得約貴是以利 還在做祭司的時候 已經被老了 跟那兩個兒子被殺的時候被老了 當時就去了 被老了去菲利士人的地方 然後菲利士人 後來他們再搬回約會來到 聖經講到哪裡? 撒母義記上七章一字二字 他就說 把約會接上去 放在山上阿比拿達家中 分派他的兒子以利亞薩 看守耶和華的約會 約會在他的基列耶倫 許久過了二十年 以色列全家都傾向耶和華 接著那段經文 如果你看撒母義記上 就說到撒母義要說話 在那裡二十年 撒母義還在生 到現在大衛搬那個約櫃 撒母義早就已經去世了 蘇羅也都去世了 其實又過了很多年了 又過了幾十年 所以整段加起來 可能有人估計過了六七十年都不期 那我講在阿比拿達家多久? 幾十年了 所以當大衛搬這個約櫃 心想誰最厲害 或者誰最可以搬 那時候就非這家人莫熟了 因為這家人保管約櫃這麼多年 應該是他們最熟悉了 所以當大衛叫阿比拿達兩年吃的時候 上一段經文都沒有提到 下一段經文講到 這個烏薩和他另外一個兄弟的時候 可能他們兩個都很小 所以第一段經文完全沒有提到他們 但是到他們搬的時候 相信大衛相信他們很熟悉 因為他們幫忙搬 看管約櫃這麼多年 他們應該知道約櫃是不可以輕慢的 約櫃是不可以隨便摸的 聖經講到 文書經講到 所有生物都不可以摸 免得你不死亡 約櫃其實有四個洞 那是給兩個工插進去的 那就是四個祭司台的 這個就是約櫃的應該的搬運方法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這次的搬運其實是怎樣的 它還用了牛車 牛車其實是一個肥利士人的搬運方法 牛車是肥利士人他們去把約櫃老走的時候用的方法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問 為什麼如果阿比拿達家的人這麼熟悉約櫃 為什麼不會知道這點的呢 他們是祭司的家 因為他們是祭司的後隊 他們是李美人的後隊 為什麼他們會不知道這件事 為什麼他們不會去提醒大衛這個不正確的方法 然後看剛才經文的時候 兩個兄弟在前面 不要說第二個在哪裡 但是我相信烏薩在旁邊 因為剛才講到牛車前提的時候 他立刻扶約櫃 如果他不在約櫃旁邊 他不會扶到約櫃 這段經文講到神擊殺 烏薩是因為他的錯誤 沒錯 但是這個錯誤是怎樣來的 這個錯誤其實形成是因為烏薩 似乎沒有做到他應該做的事情 烏薩作為一個阿比拿達家的一成員 看管了約櫃這麼久 他應該知道約櫃是完全不能碰的 他應該用了一制方法去避免這件事 你這樣站在約櫃旁邊 雖然牛車前提不關你的事 但是你營造了一個危機給自己 當這個牛車前提 當約櫃快點的時候 你立刻扶他的時候 就這件事激怒搖滑被擊殺 有時候我們都會這樣 我覺得在我們的事奉當中 尤其是當我們在教會內 或者我們比較經驗有的 我自己作為一個傳導人 作為一個音樂的侍奉人 我去過很多教會侍奉 我可以告訴你 有時候我最擔心 見到哪一類的特性姊妹呢 就是那些在教會很久 做那個事工很久 你一說一句他就說 知道了 行了 你一說好像他已經想反眼 他已經覺得我沒見過世面 要不要你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碰過 他一說你就覺得 我什麼都認識了 我不用你提了 OK 通常我就最害怕 為什麼 通常就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有出錯 因為你永遠都不知道 有什麼事情會發生 可能突然之間 他不試一下 不知道的 我們有時候會做歌劇 那些麥克風的東西 其實不試 其實真的不知道 或者不練很多次 根本就不知道 有很多frequency的 他以為你拆了一個無線麥克風就行了 其實不是的 開了無線麥克風就能聽到radio 因為你的頻率 是有很多不同頻率的 很多東西可以出錯 最喜歡見到什麼 最喜歡見到 有謙卑有能力的 有謙卑有能力最好 不但有能力 而且他們就會謙卑去做 就算能力不是很強的 我覺得至少謙卑 至少會去學 至少會去準備好做所有的事情 今早我聽到主席 和大家讀經文讀得很好 我記得有一次我講這段經文 那個主席是年輕人 突然之間一早跑過來跟我說 唐博士 我昨晚看這段經文 看了五次了 我所有不懂的字都查過了 今天應該沒問題的 我就覺得 突然間心裡很溫暖 我就覺得 感謝你 因為連我自己也有時候 不太懂得讀什麼 拿肝還是拿肝 我都不太知道 你竟然做這麼多的工作 為什麼 是因為怕出錯 是因為不夠膽 可能他年輕 但是一個很好的態度 我認識一個女傳道 他看到我講到有iPad 有iPhone 有iPad 看slide的iPhone 做貓子 他說 Kleman,你真厲害 這麼多的Gadgets 我什麼都不懂 我還是拿了紙仔寫完 所有東西寫完 他的意思是說 他不聰明 我心裡就聽到 我自己覺得不是 我覺得其實很值得尊敬 因為怎樣 因為他用他的方法 做好他的事奉 我不懂這件事 但我要用好方法 我不可以端端 這個不可以端端 其實很重要 無論我們在教會多久 無論我們做這個事工多久 我們仍然都是要很仔細 用心去做 因為我們永遠都不知道 什麼事發生 當我們掉以輕心 就有可能好像烏薩一樣 我相信烏薩未必是 如果烏薩是很不小心的 或者很壞的 可能一早就死了 如果鬼在家那麼久 他證明他不是 但是可能那一刻 大衛王叫來搬 他只是心頭上有少少高興 可能有少少驕傲 就忘記了 所以我們要很小心這件事 我自己作為一個 到不同教會廣道的傳導人 我很少需要祝福 因為很多時候教會牧師和傳導人 都會祝福 我很少要 但是有時候會叫我 但是有一次我去英文到廣道 完了之後沒有想過祝福 突然之間有人叫我祝福 那我突然呆了 因為通常祝福是唱完三一還祝福 那我說英文廣道怎麼祝福 然後又不可以拿電話來Google 因為已經叫我上台了 我硬著頭皮走上祝福 然後我想不到英文怎麼祝福 然後想一下中文叫聖靈的交通 那我就communic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那我就 說完就下台了 那我太太剛才跟我一起 他說 你這個祝福也挺特別 挺新穎 我還沒聽過 什麼叫communic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那我就以後不敢了 以後我就回家 那我就打開了 中文、廣東話、國語、英文 總之我可以認識的語言都看了 以後不再敢了 有時候呢 見到教會好像沒有什麼傳導人在 我就自己在心裡想 啊 怎樣 自己在補充 因為以為自己講的道路很熟 就不用怎麼預備 但其實出錯的情況隨時會發生 無論你是在做一個台上的崗位 或者是台下的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太慢 神的工作就是神的工作 是不是 無論你是做領司 或者是廣道 或者是讀經 好像是最重要的 但可能是外面的 你做招待的 你做普通的 其實都是神的工作 是不是 第二個 如果我們看大衛 我會發覺第一次 我可以叫做自我的敬拜 大衛 如果你看大衛 一點都不算太慢 大衛其實很重視這件事 你從他看的幾方面 可以見到他很重視 但是大衛 他雖然重視 但是他方法出錯 有幾個錯處 第一個王的時間 他不是用神的時間 聖經沒有說到他 說到神突然間 叫他將藥櫃搬到耶穫撒冷 沒有說他求問耶穫華 只是說到他 突然間就招聚 三萬人一起去搬了 通常搬運藥櫃 因為這些是很有政治的因素 在傳導 因為本身大衛是南邊的人 是猶大的人 以往 以色列的權力中心在北邊 比較中間的地方 以法連那裡 所以 當大衛在軍事上成立了之後 他想將藥櫃搬到南邊 很大程度上 除了宗教之外 有一個政治上的考慮 因為當藥櫃去到他的城市之後 就怎麼樣 神就好像是認同他的政權 對不對 所以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後來南北角分裂 為何他們要在北角 再另外另見一個宗教 另見聖經就是這樣 因為不想他們去到南邊 所以政治上很大的考慮 所以因為我們見不到 其他的宗教上的求問 我相信這個是神是王的子的時間 是大衛自己的時間 第二是大衛自己的方法 他當然叫了阿比拿達兩個兒子去搬 但是用的方法 用的是牛車 證明不是根據很仔細想清楚 究竟聖經的教育裡面 怎樣用的方法 雖然他很重視 雖然他是用了新車 大家看到 用了新車 漂亮的車 所以其實很重視 而且叫了很多人去 但是始終的方法錯誤 第三 他用王的身份去 王的身份去 正經沒有說到他在哪裡 但是我們知道 第一次的時候 他帶領那些人的時候 是用皇帝的身份 帶領他們隨從搬運約位 可能他在馬上 可能他在橋上 但是我們知道整個描述 他都是一個皇帝的身份 帶領著這群人去搬運這個約位 第四 他是一個王的主導 整件事是一個皇帝 去帶著聖殿 將一個貴重的物件搬運回去 你感覺上不像是一個神的自己 一個進入的城裡 如果你看到約櫃是一個 剛才讀經讀到兩個紀錄伯上高的約櫃 神採兩個紀錄伯上高的約櫃 證明兩個紀錄伯上高的約櫃 證明兩個紀錄伯其實是一個座位 是一個空的座位 雖然看不到神在上高 但是證明神是坐著的 所以約櫃其實不是一個貴重物件 約是一個寶座 約櫃是一個座位 當你抬約櫃的時候 是代表神自己帶領 不是說你抬了一件很貴重的物件 慢慢運他過去 大家有沒有看到分別 所以當他們過了大學的時候 神的約櫃先下水 然後水就止住 然後其他聖人先過 然後他們就納石為基 什麼原因呢 原因就是我帶領他們進去這大地方 之後就怎麼樣 之後就義務反顧了 我們繼續下去了 神帶領他們 所以整件事其實你發覺 大衛雖然很重算 但是大衛出錯 當神擊殺 聖經其實闖殺 衝出來撞死了烏殺的時候 和本說到大衛心裡仇煩 就叫那個地方叫比利斯 烏殺直到今天 受犯其實不是一個對的翻譯 和本的逆者比較溫和地把他翻譯 其實不是 原文其實是憤怒生氣 如果你看所有的逆管 現在新的其他逆管 和收本他說 要說突然衝出撞死烏殺 大衛就是什麼 生氣了 環球聖經逆管說 大衛因為要衝出擊殺烏殺而發怒 然後ESV David was angry 然後ASV David became angry 大家看到嗎 所以全部其實都是說大衛生氣 為什麼大衛生氣 我做了這麼多 你都不滿意 是不是 我做了這麼多 三萬人 三十個人都搬到了 是不是 我什麼叫三萬人搬 是不是 我這麼給面子 我自己親自來賣 有這麼多新的樂器 用盡這麼多 用新車搬你 這麼重視你 你都這樣發脾氣 所以第一個反應大衛生氣 第二個他先害怕 第二個就害怕了 不敢拿到我家了 就不如先放在別處 所以你看到大衛其實 不是很仇煩 其實是生氣的 那個心裡的那種傲氣出來 我已經做了這麼多 為什麼你還是這樣 有時候我們會這樣 有時候我們會 因為覺得我們已經做了很多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 我見過不同的教會 有時候我們會有很多的意見 甚至我們覺得我們為神說 為什麼你們不聽我說 那我看到 尤其是疫情很多的 譬如打不打針啊 什麼時候回去 會不會實體崇拜啊 教主不轉型啊 很多的議案 很多時候我聽過很多教會 甚至是弄到分裂的 很多時候提出最大的聲音 或者最強勢的那些 都不是一些不在教會侍奉的 都在教會裡面很參與侍奉的 通常是越參與 心裡面的investment就越大 因為我自己這麼參與侍奉 我覺得這件事是為教會好的 我覺得是為神的事更好 所以它特別大聲 這個很難避免 但是我們要提醒自己 究竟我們心裡面想做的 是不是神的旨意呢 是不是好像大衛一樣 我已經覺得我做了很多 但是其實是不是神想要的呢 我記得在士堂林轉第五章 講到說門徒被捕 那些猶太人說 好不要將他們殺死 他們爭辭不下就請了一個 德高望重的加瑪利來講 加瑪利提醒他們一件事 加瑪利說之前有些人說自己是基督 沒有了 然後他講一句語重深層 現在我勸你們不要管這世人 任憑他們罷 他們所謀的所行的 若是出於人必要敗壞 若是出於神 你們就不能敗壞他們 恐怕 你們是攻擊神了 當你這樣去強勢的時候 你好像是為了神工作 但是如果你不明白神的旨意 你可能變成攻擊神了 所以加瑪利很大的提醒 不是有熱心 不是心裏面的想法 覺得自己正確就是正確 究竟神想怎樣呢 有沒有謙卑下來 當我們這麼多意見的時候 我們花多少時間跪在這裡 祈禱求神帶領我們呢 究竟是否神的旨意要我們這樣做呢 我記得有一個牧者 是我自己很尊敬的 他有一次去應徵一個教會請主張牧師 教會的掌執就問他一個問題 牧師 你打算來到我們的教會 帶領我們走什麼方向呢 他就說 譬如給我呢 我就說 我當然有三大目標 四大題目 然後十大建設 什麼都說了 講到天花龍鳳講很多事情 帶領教會 牧師就說 我新來的 其實我不是很知道 如果貴教會請我做牧師的時候 我就會 坐下 第一件事 看看神一路以來 在你教會做什麼工作 我想知道神在你教會的目的 他的工作 他的方針是怎樣 然後用我能力的配合 幫助教會 帶領教會 這絕對不是我說的 但是這位牧師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 我不是來多日 要我做多少 怎麼帶領 我正在看神在你工作做什麼 神這麼多年在你教會不會沒有東西做 不會神沒有東西做過 等我來的 神在你做什麼呢 我怎樣配合神帶領教會 這個才是重點 我很高興他現在被拼 這樣做了很多年 在教會很大的增長 傳著一個謙卑去尋求神的心意的態度做的一個牧師 所以我們要學習 究竟我們的意見是否神的意見 究竟我們是否其實是一個自我心態 第三 大衛第二次的敬拜 我的一個忘我敬拜 一種忘了自己的敬拜心態 雖然你看兩次好像只不過經文不同 但其實你仔細看兩次的搬位是完全不同的 幾方面 第一 不是黃的時間 是神的時間 是神已經說到什麼 約會放在俄比爾東家 過了三個月 有人告訴大衛 神祝福俄比爾東一家 所以大衛這次不夠膽慾 大衛聽到神祝福俄比爾東 代表什麼 神的怒氣已經燒了 神的怒氣燒了 可能我已經可以做了 這次大衛不夠膽做 大衛看清楚些 不可以說我什麼時候覺得 大衛沒有 一年半載夠了 三個禮拜夠了 我們走了 沒有這麼說 大衛就靜等 等待 究竟什麼時候去繼續搬 聽神的時間 第二個 大衛不敢再用他的方法 第二次搬運 用回舊約要求的 就是講祭司 祭司抬約位 然後他們整個程序就是一套憲制 不再敢用牛車了 不是說新車就可以了 不是說我用多少金銀珠寶 放在車上就可以了 可能那兩支槓是很簡單的槓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配合神的心 最重要的是按照神的方法去做 第三 最重要的是不是用王的身份 這次他用什麼身份 他又是祭司 因為他穿了世麻布爾夫德 但他又是什麼 他最重要的是敬拜者 聖經說他為什麼 他不夠膽 我不知道之前他坐騎馬 還是坐轎 但這次我肯定知道他為什麼 他落地了 因為聖經說他跳舞 還要極力跳舞 在這裡極力跳舞 去敬拜神 所以他不再是一個皇帝 他不敢做皇帝 他自己在神面前為什麼 這次誰是皇帝 其實神是皇帝 這兩個人看不到 但是坐在基督法上的那個才是皇 那個才是我們跟隨 其實我雖然是皇帝為皇 但是在神面前我只可以什麼 只可以降級變為敬拜者 第四 這次是皇的主導 他沒有再在這裡統領了 因為他做了敬拜者 統領不了 不可以說我們走這條路 我們敢走 我們慢慢走 不可以了 他變為敬拜者 他走六步就敬拜 好像慢慢去 希望神繼續這個路程 大家不再這樣了 希望這次神不要停下來 希望這次神主導 帶領我們平平安安 入到耶路撒冷 所以如果看第一次 是很重視的 看一個皇的護送 和大家三萬人護送 整條村的人都有了 整個城市的人都有了 當時是嗎 但是第二次不是 第二次是神的家臨 神的親自家臨 第一次隆重其事 書尊降貴有 第二次不單止書尊降貴 變成一個唯恐不公的敬拜者 第一次聖經講到 他們用了這個 Baha 是一個各種的字 所有的字 聖經講到 他第一次用了所有樂器 用了很多的資源 掉下去 第二次不敢用資源來代替自己 他用什麼 Baha 他用什麼 所有的力氣 但是出錢很容易 如果你很有錢 可能在教會裡面 給了很多錢 或者去什麼機構奉獻 可能很簡單 但是這次怎樣 用心用力 用盡力去敬拜神 希望神去取悅神 希望神去接受祂的敬拜 有時候我們都會忘記了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背景 我們來到教會裡面 有時候我們是 可能我們工作上也很有名望 可能社會上也很有名 但是去到教會的時候 我們都是怎樣 我們都是一個敬拜者 我們都是一個的侍奉人 我們在神面前 其實都是降級的 我們以前不是一樣的 有時候我們做音樂時供 很多的奇妮怪狀的東西 有時候不知道大家知道 有時候有個聚會 你們先搶詩吧 我們還在等人 這樣說的時候代表什麼 我們是一個的前奏 有時候去到一些機局籌款 請我們去 有時候去到唐人街 機局籌款 唐人街那間教會 忘記我的名字 但是比較長的 長的 我們說 開始叫我們站在一邊敬拜 我就說站在一邊敬拜 那就變成吃飯音樂 我就不肯 我就很少這麼強硬 不過我覺得你放在我那裡 就是叫我坐慶而已 我就不肯 我一定中間 那我放在中間 那天就很奇怪的 我想是 不是有敬拜的時間 是一個大家說一些話 大家開始吃飯 在講那個籌款 那個講完講話 播影片之前就唱歌 好像有時候開始熱鬧大家 那樣 但是大家繼續吃飯 那我上台上 見到大家繼續吃飯 那我怎麼做呢 那我就突然說 這個情況真的很難敬拜 因為大酒樓這麼吵雜 是吧 但是我沒有問人理我 我突然大聲一點 但是我不會讓他阻止我們 是吧 那我突然停下 通常前面那幾個 全部都是一些很有名望的 木者 那些機構的總幹事 那些 突然我停下 我說大家一起起立 我們一起 不要讓這個情況阻止我們 敬拜神 好嗎 那當然好啊 沒有辦法不好 不要吃完 我要吃完 救雞沒有理由的 那就是個個起床 幫人咬住舊 一吞了 或者扔了 整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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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唱歌 我絕對不是想整顧他們 我的目的不是想令他們狼狽 我的目的是想提醒他們 就是你叫我來領敬拜 我就要領敬拜 就是我要在神面前 和大家敬拜 我不是來和大家做慶 我不是和大家唱 食飯音樂 讓大家消化良好 我是來幫助大家敬拜神 你叫我來 就要expect 我和大家敬拜 所以我覺得一個好提醒 就是無論我們什麼情況 我覺得來到教會都是 有時候我看到 在台上很容易見到的 在台上見到一些大英姊妹 都未到港道 還在動 我在台上 不是你們教會 我在台上見大英姊妹 看《真理報》都見過我 主持人在說話 看《真理報》 還沒看完那段 就是很多的事情 大家記得來到這裡 我們就是神的家 就要敬拜 我們就要嚴肅 我們要記得要一件事 我幾個禮拜前去Edmonton 去Edmonton那裡 去做了一個conference 我就去第一次那間教會 挺漂亮的 西人教會挺大的 我就不懂得講教會 我就觀察到 這個似乎是執事 這個似乎是傳讀人 那個似乎是做音響的 那個似乎是做總務的 我就記錄了幾個 就看看他記不記得他的名字 接著第二天 我就在教會 找到一個介紹教會的書 打開 貪得意 就是interested 打開看 咦? 為什麼主任牧師這麼熟口臉 然後我看一看 想一想 原來我昨天以為是做總務那個 因為他又沒有穿西裝 又沒有打胎 穿著T-shirt 牛仔褲 然後就 整天都好像搬搬台台 這裡搬東西 那裡搬東西 人家問他Coffee在哪裡 他就去搬Coffee 我就一直以為那個是總務 原來那個是主任牧師 那我覺得其實 我相信他不是做給我看 因為沒有人理我 因為我只是自己觀察 但是這個是我們的心態 我們來到神面前 大家都是狂級 是嗎? 無論我們多麼聰明 無論多麼 talent 來到神面前 我們就去敬拜者 神想我們怎樣去做 去敬拜 我就謙卑地這樣做 去敬拜他 第四個 大家可能知道 米甲 我叫為我敬拜 只是想著自己 剛才我們用啟印的經文 就是逐句這樣讀 其中有個不好處是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到剛剛那段經文 就是大眾大家讀 所以大家讀的時候 有時候很難去控制那個口吻 這段經文 米甲的說話不可以這樣讀 OK? 下次大家讀 米甲的說話要說 你今天王在彼女面前 赤身露體 有一個很大的榮耀 知道嗎? 大家一定要加一個 很諷刺的口吻下去讀 要不然就很大的榮耀 以為你真的在讚他 其實就沒有了 有人說 正經應該要嚴肅一點 你可以嚴肅一點 但是我覺得一些的口吻法 尤其是我們很清楚讀 是增加我們對經文的了解 米甲是在递大位 你真是聰明 最聰明是你 最聰明是你 跳到這個樣子 其實他是在低景 米甲只想到我們作為皇帝 我們作為統管的 怎麼可以這麼失禮 怎麼可以脫衣脫褲 就算你跳你也跳得好一點 不要跳那麼大 或者把衣服生氣 怎麼跳到這樣 所以他心裡只想到這件事 就是想到自己身份 當然到最後 聖經講到神的一個斥責 就說到他沒有疑無慮 證明掃褲的後代絕後 所以其實聖經是一種的批判 對米甲 有時候 我不是說我們的敬拜 會經常只顧著自己 但是有時候我們的重點會走失 因為事奉實在太多事情要兼顧 無論是教會 甚至有時候是機構 因為機構還有很多金錢上的事情要顧慮 所以我見過很多的有時候的敬拜 做事奉 我們有時候會很容易去受很多影響 我記得有一年 我們很多年前 溫哥華有一次有個機構籌款 接著就請我們不同的音樂隊伍 還有ASK的隊伍藝術 以前都有很多的 我講二十多年前 有很多 我記得六隊來 我們六隊就來 不是六隊 我們很期待 我忘記了幾隊 來到一起大家見 那個負責人 第一句說話 我到今天記得很清楚 他第一句說話 我們今次的目標是籌得 我們今次的洗費的六倍 那我就呆了 我來到不是侍奉幫助你 希望你們可以籌得 但我最主要來到是侍奉的 原來我們來到 只是要獲得到那個目標 那我來做什麼 那時候我第一個反應 當然我沒有突然起身走 那些 那我繼續有做 但以後其實都沒有再搞過 那樣的類型的活動 但我心裡面第一個感覺 就是是不是我們太緊張 要figure呢 是不是我們太緊張 我知道很多機構都有target 也都有target 教育都有budget 我們都有budget 我們就算猜傳的 事工的洗費 我們都有budget 有budget不是壞事 但始終我們的重點是什麼呢 有時候我們很容易去迷失 有一年我們機構要去香港市貨 那我們就其實沒有錢的 我們剛剛出完碟 我們那時候2015年 我們出完碟 我們沒有錢 我們銀行得 我猜四五千元 很少錢而已 那我們得四五千元 那香港有教會請我們去 那我們說去不去好 那我們當中有很多discution 那突然說不如不要去吧 去了之後可能要倒閉了 就是已經沒了 然後我們又沒有錢 然後我只想一個很簡單的方向 我就想到我們的成立目的是什麼 我們成立目的是要做多些歌 讓多些人認識 用來敬拜神 如果我有機會讓多些人認識敬拜神 我不去的話 那我存在都沒有價值 我突然這樣想 那我就不如去了 因為就算我們到最後 我們沒有了錢 我們要停止 只要我做了要做的事 那我就說自費 坐飛機 我收了多少奉獻 我就給多少給大家 但是大家預料了 可能要給至少一半以上 甚至存費 因為我不敢擔保 那我們十幾個人去了香港 去做歌劇 那那次第一次去2005 不是2015 那我們就第一次去欣福堂 大家可能知道 聽到欣福堂 欣福堂很大的 我們去了三場 欣福堂 然後完全沒有期望 那做完之後 主要牧師的時候 蘇永治牧師 很好 很多教會有時候 他未必會很舒服 讓我們去籌款 那我們香港又沒有奉獻 收據 那樣東西告訴我們 其實這次多數都是不行的 蘇永治牧師說了兩句說話 一句說話 改變了 他就說 這班大英姊妹 遠度由溫哥華來到自費的 大家應不應該幫助他 應該說是一個問題 問了一個問題 那大家就聽話了 立即拿了那些cash 不是拿了 就是拿了那些cash 扔到袋子裡 因為沒有奉獻收據 大家就拿了cash 收了三場 我們夠了我們三年的預算 不但給了所有記票 我們三年的預算 都復興了 提醒我 一方面我今天到今天 我都grateful蘇永牧師的幫助 第二就是 有時我們只需要目標去認定神 認定這個目標 神就會有方法去幫助我們 所以 有時我們很容易受到很多事情困擾 但有時我們很簡單回到初衷 其實神就有方法幫助我們 到最後 講到今天中英經文的題目 沒有到最後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何米教會見到大衛甩甩甩甩 為什麼搜尋 看一下哪些問題 為何米教會看到大衛甩甩甩甩甩 原因 米教應該在皇宮 或是吧 在耶路撒冷皇宮 為什麼它會看到大衛甩甩甩甩甩甩呢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什麼?大衛由開始搬運約櫃,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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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到入城,都不肯停,是不是? 如果他去到那一刻,停吧,休息一下吧,米甲不會知道,是不是? 他脫衣脫衣就是因為跳得太厲害,是不是? 而且米甲看到因為他一直沒有停過跳舞,為什麼? 因為大衛戰經,是不是? 見過鬼不怕哭嗎,是不是? 第一次這樣方法停了,什麼都不成功,還死了烏殺 第二次他怎樣?不夠膽了,是不是? 因為這個是神的自己進入城,我有什麼怠慢神可以隨時停下來,是不是? 我作為一個敬拜者之外,是極力跳舞 我可以自己做的就是極力跳舞由起初一路到終點 這個就是大衛心態,所以米甲才看到他,是不是? 我們的侍奉是一樣的,我們不知道 我們是不是去了很多年,神就很滿意了 這不是說我們有救恩 但是我們的侍奉在神面前得不得到月立 我們不是很知道有時候,是不是? 可能得到月立,但會不會得到更多月立呢? 究竟神想我們做到什麼地步呢? 究竟神是否覺得我們還可以做多一點呢? 還可以走遠一點呢? 我們不知道,我們唯一可以做到什麼呢? 就是跳舞跳到最後 盡愛能力,用謙卑,用戰經的心情一路侍奉他 侍奉到我們走他 我們就知道我們神立神心了,是不是? 記得是神主導我們 大衛不敢一刻抬曼下來 我們也不敢一刻抬曼下來 無論我們是什麼崗位 無論我們在教裡面是做什麼工作 無論我們在教了多少年 無論我們的背景是來自什麼背景 我們同樣都是在神面前 就是一個謙卑敬拜者 一直持續到最終 讓我們一起祈禱 主啊,多謝你給我們提醒 提醒我們要敬拜你 提醒我們要用謙卑,亡我的心態去侍奉你 幫助我們,揚恕我們 也提醒我們要常常謙卑 常常用一個敬畏的心情去敬拜你 值得到最後 我們祈禱奉教主耶穌基明祈禱 Amen 我們一起唱回應詩李士王 神你極偉大 萬有都歸你 主在一切 你是王 尊貴主我敬仰 披殺你 在槍基明祈禱 我敬拜祈禱 許我敬拜祈禱 神你極偉大 至禱頌 萬有都歸你 主在一切 主在一切 你是王 尊貴主我敬拜祈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一起上三一众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圣灵的感动和交通 尚与我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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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後面 好,請坐 每次我見到鼎姐妹回來的時候 我都很開心 每一個面孔 大家在主裡面 一定是很親切 但是當我每一次 見到一些新的面孔 一些新的朋友來 更加開心 因為很多時候 新來賓都是她自己 鼎姐妹去邀請 帶她們回來 好像安德烈那樣 所以 我想我都明白 教會 不僅是讓我們信徒 都很安舒地 在教會 每個星期 我們回來去聚會 回去敬拜神 這個非常重要 但是我相信 教會 都會有人出出入入 當我們怎樣讓到教會 能夠將整個禮堂坐滿 或者有更多人來 是需要我們鼎姐妹 我們努力去邀請 我們身邊 一些的輪廁也好 親友也好 朋友也好 因為 因為 Merry 女士 也是 Eddie 的 姐姐 我們要帶來教會 我們要帶來教會 我們要將我們的親人 帶回來教會 所以特別現在 我相信 教會經歷了 在兩年多 疫情中 很多時候 我們都明白 工作停頓了很多 也都會有流失 但是教會怎樣 繼續去成長呢 還有我們都知道 我們三十八年 很多鼎姐妹 過去幾十年裡面 我相信你們都會 很努力去付出 去建立到今天這個主愛堂 所以主愛堂 怎樣去承接下去呢 我們主愛堂有沒有更年輕的頂姊妹 或者新的人來可以去接棒呢 這個都是我們常常思想的概念 有時我們真的要去想 我們都大家去到某個年紀了 我們真的有時都有心無力了 我們真的有時我們都需要去想到 主愛堂跟著會怎樣呢 這個不是執事會要去想的問題 這個不是執事會要去想的問題 執事會當然是需要看到整個堂的發展 但我想我們首先頂姊妹 我們都有一種的心 愛教會的心 都想到教會 應該會是怎樣呢 就好像一個家庭一樣 我們有兒女有兒孫的時候 我們都會為我們的下一代去著想 究竟我們的孫會怎樣呢 他有什麼學校啊 他跟什麼朋友一起啊 教會在一個大家庭裡面 都需要頂姊妹一起去關心 那所以我也想說到就是說 在時代真的變了 沒有人會看到這個世紀疫情 會對教會產生這麼大的衝擊 所以我們既然已經在一個時代 的改變底下 教會生態改變的時候 我們教會也都要以時並進 我們也都要看到 新一代跟我們上一代 真的有很多不同 我們下一代跟下一代也都更加不同 所以有時候有很多的思維 有些的框框都會在我們的思想裡面 所以我這樣說不是說我們要去否定教會傳統 教會的傳統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但是當我們要去發展教會的時候 確實我們要看到現在這個社會的一代 或者現在人的需要 社會的人的需要 而將這個福音傳給他們 所以今天因為時間多了一些 我希望跟大家分享 有些鼓勵 希望大家都想到 其實教會是需要向前的 教會是需要有更多更年輕的夫婦 家庭、小朋友來到我們的教會 有家庭的時候才有小朋友 有小朋友才有年輕人 有年輕人的時候才有我們下一代的成年的信徒 所以是關我們每一個人的事 真的每一個人的事 你說我不知道做些什麼 我都好像不是有什麼的崗位去做 你關心教會 支持教會的需要 支持教會的發展 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支援 所以是關於每一個人的事 每一個是局外人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多些去為教會祈禱 參加教會祈禱會 多些關心到教會將要走的路 要發展的事情的時候 用一個更開放的心去看市民 我們知道教會是需要向前行 但是不是一路揹著很多包袱去向前行 反而我們真的要怎樣去能夠帶著大家很輕盛的一起走 好嗎 那我們記得了 我們就去祝禱了 祝禱請經班 很快就31號就自己報名 我相信現在還會有很多空位 大家盡努力 真的有合適的在三隧道領班 拿一張表格放在手袋裡 要有需要的時候 即刻就可以去做邀請 所以在我們的WhatsApp裡面也有這個slide 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去用 去邀請支持VPS的工作 剛才說到我們也希望大家多去參加教會祈禱會 我每次祈禱會裡面 我都見到一群很忠心的頂子妹 每個星期都一起回來教會 在網上去祈禱 但是我也都意識闖道 一群很忠心的頂子妹 每次都是那群 每次都是那群 每次都是那些頂子妹 是很難得的 我也希望很簡單的事 其實八點鐘 你戒掉連結進去 在書院裡面 你不需要開車 不需要出來的時候 就可以一起去為了教會祈禱 所以我鼓勵大家 真的盡力去參加祈禱會 好,那家有喜事 走了,基哥他們 剛才還坐在後面 Annie和基哥他們別不同的老伯 我們的頂子妹 再次抱孫 很開心 很想跟我們分享他的喜悅 他又預備了一些薑草 頂子妹喜歡吃薑草就對了 你打電話先跟他約一約 我現在過來想拿薑草 他非常歡迎 去到Granville街的別不同 那裡 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他們的餐館在哪裡 可以大家去拿薑草吃 也可以恭賀他們 分享他們的喜悅 好嗎 他們登了都在程序表裡面 很鼓勵鼎姐妹都可以去拿薑草 好,那我們今天的報告是這麼多 我們大家密討之後散會 謝謝你